講一下他是四月十八號十九號 舉行在廣州黃埔舉行的集成電路製造年會 那裡面當然有幾個大廠是贊助商 包括應用科技 范琳跟科雷 大概這一些廠商 美國廠商大概都被限制 中國的設備等等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還要去贊助 那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中國的市場很大 雖然說現在有政治因素 但是他們不願意去斷掉未來 可能鬆綁後的中國市場 所以他們是贊助商 所以你看 你看2020年來說 中國半導體設備採購的金額 是二八三億美金 這是非常高的金額 而且是連續三年 買的金額是世界第一 所以換言之 中國一直也在沒有放棄他們的晶片 包括最新的他們還要對有一些半導體 譬如說長江儲存等等 是無限制要提供補助嘛 換言之他們是沒有沒有放棄 那沒有放棄問題是美國的限制令 對於這一些業者裡面都還是有強力的約束力嘛 就舉一個例子 希傑 希傑是記憶體大廠 記憶體大廠 他在二零零二零二零年八月到二零二一年九月 賣給了華為七百一十萬顆記憶體 總共銷售金額十一億美金 美國商務部開罰三億美金 九十幾億台幣 換言之你就不要被抓到 抓到我是一定要處理 所以你看得到美國的立場是非常堅定的 拜登的立場是非常堅定的 所以呢你接下去你一面 你可以看到美光 美光是美國的記憶體大廠 但是他受到限制以後 他有一些先進的記憶體 不能銷售到中國去 那不能銷售到中國去的時候 美國白宮跟韓國就講了 你SK 海力士跟三星 三星也是記憶體大廠 記憶體大廠不能去填補美光的空隙 有中國美光停止提供中國 你不能去填補這個空隙 你要知道這三家公司 大概記憶體的產值占全球九十趴以上 換言之你一面他的互補性 就是說你你不賣我可以賣 但是他就嚴重警告 但你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也想要有一些反制 所以他對美光進行了安全調查 安全調查就是要調查他在中國大陸的產能 以及產品的銷售等等的問題 那這時候去做這個 當然是要對抗拜登 當然是要對抗拜登 然後這時候剛才說了什麼趁你生病要你性命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電子消費產品的銷售 在下跌嘛 那記憶體受到影響 等於美光 美光的營業有下滑趨勢嘛 趁這個時候來跟你調查什麼樣 那當然恐嚇性危險性就很大了 你要知道二零二零年吧 他的銷售金額三百多億有百分之三百多億美金 有百分之二十五是在銷售在中國 所以你看中國對美光下手 他不是憑空的或是想像的 而是一種計畫性的 你美光二十五趴是在我中國這邊產生你的營業額 你可以忍受到我對你的安全調查 跟未來對你採取什麼樣的一個處置態度嗎 所以美光也會擔心啊 但是白宮還是跟你講 你三星跟海力士 你不要給我去填補 他的立場就是不變 就是不變 那當然中國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們我剛才就說他們並沒有放棄 並沒有放棄 舉一個例子 就剛才講到長江儲存 他是中國的第一大記憶體廠 他們也發展立體堆疊的三百二多層的那個 晶片記憶體 當然他是中國記憶體裡面 科技上面最領先的一家廠 剛才也就提到了 中國在發展記憶體裡面 晶片上面有對幾家公司是無限制的補助 長江儲存是其中一家 是其中一家 所以長江儲存 他們就用中國設備等等 他們就叫做武當山計畫吧 武當山計畫 當然美國在晶片上面 當然影響很大 尤其他二月底提出了所謂的晶片法的實施細則 所以劉德英在三月份在臺灣的半導體協會的會員大會他說了 有些條件沒辦法接受 大家解讀你沒辦法接受是什麼 第一個是超額利潤的分潤 第二個是要提供營業秘密 營業秘密包括你新設的產區裡面的整個的獲利 第二個你的獲利預測的詳細資料 你的月生產量你的產品的價格 以及你的十大前客戶等等 當然提供這些資料 對台積電來說不是問題 但是外流就會出問題 你外流出去的話 等於你敵手掌上什麼都知道你的你的整個狀況 那甚至於說技術設備的數據要提供 這開玩笑 這這絕對是對台積電是製程機密 怎麼可以提供 所以他說沒辦法接受嘛 然後另外就是講到說超額利潤分潤 就等於說其實去美國設廠所有成本 我如果成本我可以壓到最低 你成本壓不低 但是呢你拿到的你成本高拿到的補助高嘛 但是問題是利潤呢 如果我們產出的利潤都一樣的時候 那你變相懲罰我成本利潤壓制成本的嘛 所以這一點大概他們也不接受 所以三月底講完話以後 美國半導體協會的執行長紐佛 在美國就說我聽到 所以四月十二號跟著副總裁白石 就飛到了台灣見了劉德英 還包括他們的資深副總侯詠卿 侯詠卿 他就是台灣半導體協會的會長 所以一併談還建了聯發科 那聯發科他是有擴充的計畫 所以他第一階段是新設廠 第二階段是擴充嘛 那擴充都受到限制 所以都要談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你能不能到中國擴充產能 他裡面也限制你擴充產能也限制 所以海力士什麼三星 隱西樂這次帶著他們去 要談一談是不是不要這麼嚴 他們對這三項也有意見 我們的臺灣聯發科的台積電 對實習系者也有意見 你這樣子搞的話 那等於說你要把我的營業秘密 什麼什麼什麼都要給的話 那台積電不接受 那當然有人提了 誰需要誰 你不接受 那我們台積電的設廠 一言再言一言再言 他誰需要誰 所以還有的談紐佛來傳達的訊息 就是美國商務部 對實習細則可能會修正